小型推土机马不停蹄的将坍塌在苗栗县泰安乡中心村联络橡皮村之间的中向道路上 大片的坍塌土石清理 希望能够紧急开出简单可以通过的道路 前往前山井水和八卦村的泰安温泉区苗六十二线的道路 以及中心村内的珠湖农路 也都因为速力台风的侵袭满目疮痍 并且尚未抢通 其中中心村内需要珠湖农路向外联络的珠湖部落区民有九户二十三人 目前都得要用走的运送物资 唯一这一条的一个叫珠湖农路 所以目前完全中断 所以我们目前都是要用这个接驳的方式来供应他们的物资 跟相关的自来水的一个饮用水 不只如此 通往后山包括梅园项笔及士林部落的主要道路 苗六十一线道路也都被大片的土石掩盖 后山部落的居民得要比平常多花上两个小时 从台中东市落到才能回家 我们大概大概就这样子目测它这个土方 大概两千到三千这个平方里的这个土方 所以这样子要要要抢 因为道路也很窄 那怪说也没有办法同时两步这样进行来做一个抢修 所以我也是这个督促 我们这个开户回 尽量这个下午能够再进来一步 然后慢慢有一步在对面那边慢慢过去 两步这样开的话可能会在进度上会比较快 路沿着乡内的道路可以看见台风当时的威力 乡公所也在十六日派遣一百六十位国军 前往各部落内的居民家中请礼淤泥 因为上面的波砍断掉 被水冲断然后土石流全部去下来 挡住我们的水都被堵塞 太阳乡长客户勇表示 目前以抢通中向道路为主要的目标 而通往太阳温泉区的苗六十二线道 预计最快要到二十六日才能抢通 而乡内的其他联络道路还有许多中断 状况不一加上近期都会有午后雷震雨 何时能够场通还要是天后的状况来决定 记者 丹地府把号 苗栗泰安采访不到